这里是超乎病房 不能随便进的 我看我闺女 你这儿有打扰病人休息的 我看我闺女 你女儿叫什么 罗佳 饭碗吗 我看我闺女 她是病人家属 没关系 哪个房间 哪个房间 那个 妈 别动 别动 佳佳 你别动 别动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孩子也没事 妈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这个老东西 真的是丧尽天良 要不是我今天 把他堵在屋子里头 还不知道要瞒我多久 佳佳 你傻呀 他把你手机拿走了 你 你就坐以待毙吗 这么多护士 这么多大夫 你就是在马路上 跟谁不能借个手机 给妈打个电话呀 是我不想告诉您的 看我不是没事儿吗 妈 妈 你别哭啊 我没事儿了啊 嗯 不客不客 告诉妈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你得跟妈说 你跟妈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绝对不会像你婆婆说的那么简单 她怎么跟您说的 她怎么跟我说的不重要 妈要听你说 我可以跟您说 但是您要保证 听了以后 要冷静 妈保证 大哥啊 赶快请假回家 别上班了 回到家里 把你爸 你姐姐都叫来 越快越好 出什么事儿了 你丈母娘现在在医院 我丈 妈 你别激动 你刚才答应我什么来着 别的事可以依着你 这件事不能依着你 我要不把陈大可跟那老婆子给撕门了 我不姓王 妈 你替我把话说完吗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这样了 也就是再去闹 再去拼命 也于事无补了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 那个家我不想再回了 我跟大哥也结束了 从前他再怎么懦弱 再怎么不变是非 可他毕竟是一心一意地爱我 可如今 我容不下这种背叛 一次都不行 我都不行 我知道您在想什么 这肚子里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对吧 可他根本就不配做父亲 与其让孩子一个恶劣的榜样 还不如压根就没有 她们家里其他人就更别说了 她们家里其他人就更别说了 但从我过门那天起 她妈就想方设法让我们离婚 吵也吵了 闹也闹了 可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你一点变化都没有 你说让孩子在这么可怕的环境中长大 能好吗 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呀 这不能便宜的 我知道你一言不下这口气 我一言不下 这要是哥以前的我 肯定饶不了陈大哥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快要当妈妈了 这孩子在我肚子里快待了六个月了 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到她的存在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要替她着想 就像您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一样 对吧 医生说我这次差点就流畅了 让我静养安抬 这个病房挺好的 有二十四小时看护 我打算一直在这待下去 做到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跟大哥离婚 跟你回北京去 他们家人啊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跟我没关系了 我再也没有力气 去激动去生气 我不能去冒这个心 我得平平安安的 把宝贝生下来 妈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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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地把宝贝生下来 那妈回家 就不要这么多了 她不想知道 我得不忍费 她不忍费 她不忍费 我不忍费 她不忍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